大家好,我是阿默,我现在在嘉宁汽车站 现在准备坐202路公交车去海洋 嘉宁汽车站离嘉宁火车站非常近 走路的话5分钟就可以到了 这个就是嘉宁汽车站 这一辆就是22路去海洋的公交车 但是现在没有座位了,坐满了 我再等下一辆 这辆就是去海洋的202路公交车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司机 然后这个车的座位比较少 因为这个算是长途公交吧 有50公里左右 所以留的空间比较大,可以放行李那些东西 然后座位比较少 就这样 好多,就是搭建行李 好多,就是搭建行李 没有坐满人,盐比较少 没有坐满人,盐比较少 这是一个停车场 里面停了好多摩托车 这里以前是一家餐厅来的 去年我来的时候是一家营业的餐厅 现在倒闭了 然后这里对面是一个小公园 就是从这条路直直往上走 从这里 前面是个十字路口 这条路直直往上走 从这里开始走的话 走大概三四分钟左右 就是嘉陵火车站 从嘉陵火车站可以坐火车回南宁 从南宁坐火车过来河内的话 也是在这个火车站下车 这是去海洋的公交车票 两万九千越南顿 还挺便宜的 五十公里 大概五十公里的距离 然后不到九块钱 这算是长途公交吧 到了这里是海洋汽车站 从河内嘉陵汽车站坐二零二路公交车 坐到这个海洋市中心的海洋汽车站 不堵车的情况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过来的时候是没有堵车的 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 然后路程在地图上显示是五十公里左右 是一只用这一只用哪里的建筑 不错 放到海洋的水平 放到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